一般來講小學生就算感染症狀都不嚴重 所以老實講打小學主要目的是反而是防止他們變成傳染源 變成小學生回去傳染給阿公阿嬤這樣 我們預計2月15號禮拜二要怎麼做 我們國小的學生大部分都沒有打疫苗 這部分你們怎麼看 目前我們是打到12歲嘛 不過美國是打到5歲 這個打不打這也是一樣嘛 這國家的防疫戰略要確認 一般來講小學生就算感染症狀都不嚴重 所以老實講打小學主要目的是反而是防止他們變成傳染源 變成小學生回去傳染給阿公阿嬤這樣 我們也知道目前我們疫苗只有打到12歲 所以將來在微血用過程的時候一定是國中以上先 因為我們目前學校校園是沒有開放的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到下禮拜你知道 因為算是我們下禮拜臺北市又提供29萬劑的疫苗 29萬劑打完了 我們臺北市應該估計會 大概有打疫苗是那個量會到接近50% 第三劑就已經接近50%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會按照狀況你知道 一步一步解放 但是從過去的結果突然解放都出問題了 所以我們就一慢慢放慢慢放這樣 隨時保持觀察 我們預計2月15號禮拜二要怎麼做